歡迎收聽《紳士國聽新聞》 我是Michael 以下內容取材自《新唐人青英論壇》節目 文字發表於《大紀元新聞網》 2023年以來 中國和香港的股市持續下跌 中國經濟已經陷入困境 最近中共終於推出大動作 中共央行宣布降息0.5% 另外彭博社的報導說 中共要設立一個2萬億人民幣的股市平準基金 以挽救股票市場 但是這些動作是不是有用呢? 對中國經濟會有多大的幫助呢? 台灣總體經濟學學者吳嘉隆表示 中國股市下跌的根本原因 不是缺流動性資金 而是信心危機 一旦到了信心危機的話 現在做這些所謂舊市的這些措施 是不是真正能夠救到經濟? 還能不能夠挽救信心? 所以短期內 如果舊市能夠有一點效果的話 可能只是製造一個技術性反彈 但是這個也會成為大戶的逃命波 吳嘉隆表示 觀察中國經濟 首先看到的就是 舊的經濟增長動能消退 但是新的經濟增長動能都沒有補償 其次是官方政府也不提出有效的刺激方案 中國經濟問題的根本解決在於進行轉型和升級 往技術階級的上游走 不要一直停留在低端 這樣做的話 中國就必須重視智慧財產權 必須保護私有產權 所以到最後 中共的社會主義體制本身 就會跟經濟發展產生基本的矛盾 因為它並不重視產權 不重視智慧財產權 也就是沒有辦法真的建立自主創新能力 沒有辦法真的推動轉型和升級 彭博社1月23日引述知情人士消息指出 中共當局正在考慮多項支持工具 以穩定資本市場運行 方案包括設立規模2萬億元人民幣的股市評準基金 用主要來自中國境外機構的資金 由胡廣通和深廣通投向A股 香港國際關係學者現任台灣國立中山大學副教授沈旭暉表示 前幾天香港股市恆生指數貼駁了15000點 這是香港人很大的一個心理關口 香港以前最大的優勢 其中一個就是聯繫匯率 所以基本上有港幣就等同於有美元 如果你將它再換成人民幣 就可以做中國以前從來做不到的東西 所以中國現在可以通過香港來拿美元 香港最大的利用價值就在這裡 近來香港說要移定一個基本法23條 裡面很多都是針對所謂的外國勢力 但是外國勢力其實很難定義 香港以前是一個國際金融中心 所以你要進一步打擊香港和國際聯繫的話 當然香港就會慢慢失去從前國際金融中心的角色 只可能扮演所謂的一帶一路的金融中心 中國的金融中心 這個和以前完全不是一回事 香港現在是一國一制了 很多以前的制度香港無法再保留 很多外國公司發現如果要投資中國的話 沒有必要再通過香港 因為他們知道香港的錢也不是很安全 大紀元資深編輯和主筆石山表示 石山在《青英論壇》表示 中共到現在還是特別看重香港 並不是因為它覺得香港可以作為一個模範 可以給中國示範未來的發展方向 最重要的原因 其實是中共希望香港能夠作為國際結算中心存在 也就是說香港是一個單向佛門 中共可以藉著香港控制錢如何進出 再通過中國經濟規模 進而對全世界施加影響 《大紀元時報》總編輯國軍表示 香港已經接近被毀掉了 香港之所以是東方明珠 是因為香港是東西方的交界 是文明的邊界 它既有西方文明的東西 也有東方中國文明的要素 在這兩個文明在融合的過程中 香港形成了一套獨特的香港精神 中共出於它自身國際戰略的重新定位 得意在削減香港的地位 為何中共要重新定位香港呢? 我認為跟前幾年中美關係的突變有關 90年代之前的香港除了金融貿易投資之外 還有很多其它領域 好像服裝、金融、珠寶、設計、廣告創意、電視、電影、音樂、文化、文學等等 就算工廠都搬到中國 但是香港仍然是非常繁榮 但是現在基本上是百業蕭條 沒有自由其實就是沒有繁榮 也不可能有任何創意 這是肯定的 香港這個國際金融中心 貿易中心 航運中心 信息中心 這些中心沒有可信的獨立司法體制 完全不可能再存在 都會變成為止 這個只是時間的問題 以前新加坡總理李光耀曾經告誡鄧小平說 香港是一隻能夠生金蛋的雞 意思就是說你不要去殺雞取卵 有人問鄧小平這樣說 香港人能不能夠反對共產黨? 鄧小平當時說是可以反共 只要支持一國兩制的這個框架就可以 但是現任中共領導人 還是真的會做這種殺雞取卵的事 其實不僅僅是李光耀 中共高官包括李瑞環 也說過很多有名的茶壺論 有人說收回香港 要將殖民地文化的污垢徹底洗乾淨 李瑞環當時說 香港就是一隻有歷史的紫沙茶壺 千所以有價值 是因為它裡面的茶糕 如果洗乾淨變成新的茶壺的話 那就不值錢了 當時這個說法在中國非常流行 朱鎔基當年到香港訪問 看到香港的繁榮 在香港公開演說說 香港如果經濟搞不好 不單止香港官員有責任 中共官員都有責任 朱鎔基說 如果真是這樣 我們都將會成為歷史的罪人 當時的演講內容 甚至全部都在電視上播出了 更早些的時候 趙紫陽接見香港記者說得更直接 他曾經說過香港搞的就是資本主義 不存在精神污染的問題 因為中國當時正在反對精神污染 趙紫陽的意思就是說 香港的報紙可以繼續言論自由 可以反共 香港這些自由的特徵 和香港的經濟繁榮是息息相關的 尤其是司法獨立 當司法獨立被剝奪和改變之後 基本上香港的自由就是不可能再持續了 如果中共在十年之後跨台的話 香港仍然有希望起死回生 換句話說 如果中共這個政權再延續十幾二十年的話 香港一定會變為化石 最後真是只能夠靠遊客參觀來賺少少錢 本次的《紳士國庭新聞》就到此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次木月語版部分內容已經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請記得按讚 請記得按讚 認識 按讚 下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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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請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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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